大家好 这是我之前进行打顶修剪的橡皮树 现在已经冒出了多个分枝出来 但是有话有反应自己在修剪之后 橡皮树只冒一个侧芽 就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橡皮树修剪之后只冒一个侧芽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修剪的位置不对 修剪橡皮树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等到它的枝条已经开始出现木质化 我们再来修剪 如果你在这些嫩枝上面修剪 它后期冒出的芽自然就会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嫩枝它本正在顶部再加上呢 它储存的养分是非常少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修剪 那么它储存养分的少 后期冒出来的芽自然也就少 而我们在出现木质化的这个部位进行修剪 这个部位呢 它其实已经储存了非常多的养分 养分足修剪之后冒的芽才会更多 除此之外 修剪之后的补肥也是非常关键的 要想侧芽冒得多冒得壮 一定要及时用肥 像橡皮树这种啊 比较健壮的植物呢 我们用肥可以用上这种高甲的复合肥 这种复合肥的话呢 蛋铃甲比例是12比12比17 还含有铭和铁 可以补充充足的蛋铃甲元素和微量元素 像我这一盆的话呢 大家看里面呢就是撒了一小勺的这个蓝进口的素效复合肥 大概一个月撒上一勺就可以了 很快呢 它就能够冒出多个侧芽出来 蜘蛛长势才会越来越旺 所以橡皮树在修剪打顶之后 想要多冒分支 一定要注意减对位置 然后补对肥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